在端午的連續下期才剛過去 在昨天前天 你開著電視看到的都是塞 塞 塞 但你今天打開電視機 看到的新聞 全部都是擠 擠 擠 在哪裡面擠 在立法院裡面擠 為的就是立法院的 監察院長的同意權 但是立院裡面擠成這樣子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今天是為了 真正為了法案而努力的話 有些事情上面來說 你就不要太堅持了 包含這麼熱的天氣 今天可是38.9度 但有些人到了裡面 還說著說要開冷氣 有沒有搞錯 你現在這時候為了這個 你的意念在抗爭之時 你還想著要吹冷氣 是 昨天下午4點的時候 在林維州帶頭之下 20名國民黨的立委 悄悄的突破防線 直接衝進立法院裡頭 然後你看在裡頭布置很大 你看什麼反對酬庸 這樣撤回城局 然後你看把椅子全部擋在後面 這兩個門這個地方 看起來做得還不錯 陣仗那麼還不錯 你看地上還弄得這麼大一個 然後還噴漆 然後整個要去凸顯他們的訴求 然後嚴正以待 林維州還講了發出好語 至少要守72小時 也就是三天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 事前經過演練跟規劃的 看起來善者不來 來者不散 所以雙方一觸即發 可是到了今天 民進黨在中午11點的時候 他就用油壓檢 一檢 檢開來之後就突破進去 突破進去 砰一下 那個白霧照出飛 我以為是李遙當年 那個煙霧彈也跑出來了 有人丟煙霧彈了 不是 那是麵粉 丟麵粉 互相丟麵粉 其實就是麵粉而已 當然林一華先丟出去 然後柯建民也被K中 雙方互K很多人身上都白白的 但麵粉那是無害的 不過要小心粉塵 粉塵被吸酒還是有問題的 不過小朋友看著這電視的時候 千萬不要學這些大人 然後包括一些 國民黨的立委也很激動 可是到最後還是一個一個 被抬出去 洪孟凱還一路被人家勒著脖子 直接勒出去 後來他就指控是吳秉睿勒著他 難道想要殺人嗎 當然蔣萬安也一直頂在那個地方 所以很多網友笑說很奇怪 為什麼民進黨每一個人 都喜歡趴在蔣萬安後面 你們到底是想要幹什麼 上回也是一對人 趴在蔣萬安身上 這個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江啟成這個主席也拚了 在這邊也跟他們搏鬥 但到最後還是一個一個 被拉出去 那我們看那個時間表 他是昨天的下午4點 國民黨發動突襲 你看當時有備而來 你看每個人還帶個頭燈 看到沒有 一個一個 夜襲 直接衝進去 衝進去霸佔完主席台之後 馬上你看彭琪 堅尾仇優拒絕背書 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一副精心策劃的活動 可是今天早上11點10分的時候 民進黨架輕就熟 直接游來撿一撿就進去了 怎麼光一個油壓檢就破功 是 進去之後雙方互噴一架粉 然後就開始拉扯 然後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不是要712小時嗎 不是要3天的時間嗎 這個就不知道了 怎麼這麼短 這麼短 這麼快就結束了 虧了吳世懷將軍 還特別做輪宇去聲援 好像也沒用 結果就這樣 打了一個小時到12點25分 有喜歡就直接再用主席台 然後就叫大家表決 說明維中 賴香檸他們的提案 你們要不要今天要讓他通過 結果說不要 大家反對 好 結束 再見 就這麼結束了 你看時間算得多好 後面台北市溫度到38.9度 38.9度之前趕快結束掉 是 因為12點25分 其實人家那個餐廳也開了 可以去吃飯 你知道 立元餐廳還不錯 只有我跟你講 人生民以食為天 真的吃飯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據說這一次行動 其實是非常機密的 國民黨幹部秘密籌劃兩個禮拜 而且還特別安排假行程 來吊虎離山 他幾乎所有欄尾的助理 幾乎是看到新聞之後 才發覺自己的老闆 已經潛入異常 這厲害了 這個就厲害 保密房跌到這種地步 這在國民黨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少見 林維中昨天一衝進去之後 馬上提出三點訴求 哪三點訴求 一定是跟國家大忌有關的 我猜可能是陳菊立刻不准 他去當監察院長 或是蔡英文要下海之類的 錯 三點訴求 第一個 開冷氣 開燈 然後不相干人員全部社長 只留下立法委員 開冷氣 你夜襲進去 你還想著要吹冷氣 我必須說 其實很多人開始在績笑他們說 你看人家當年太陽花 怎麼樣 人家也沒有說要開冷氣 錯 其實太陽花的時候 也有也要開冷氣 當年我們在新聞龍捲幕 也嘲笑他們半天 因為革命哪有人在那邊 又不是請客吃飯 你還想要吹冷氣 還要用Dyson的吸塵器 實際上2014年的時候 他們進去的時候 一樣有開冷氣 可是人家怎麼開你知道 人家是找了特別的師傅來 找了水電師傅來 直接接管 然後直接趴在裡頭弄 找了水電師傅 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不會連水電師傅 都不認得 國民黨不是已經準備兩個禮拜 籌劃得這麼完善 照理說當年被攻進去的時候 還國民黨執政 你怎麼不會有樣學樣 所以你們的智庫 是不是因為太高端 所以連水電師傅都不認識 像如果不認識 我這邊有名片 我可以介紹一個給你 然後八百壯士也要馬上聲援了 捍衛中華協會立刻說 我們今天早上七點鐘 大家不見不散 到立法院正門集合 講起來八百壯士 應該全部出動了 反對 仇用 策劃成局對不對 結果今天早上七點鐘 八百多人到 看起來應該超過八個人 怎麼會這樣 你不是呼應了口號要八百人嗎 你不知道一句PTT名言 萬人想印 無人到訪 就這樣子 我知道他們是以黨百嗎 也許吧 每一個戰力可能都有八十個以上 所以太厲害了就不要來太多 你們每一次行動規劃 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當然給人家感覺 就比較鬧差一點 好像你們的人都到不了位 然後馬上民進黨這邊開始 有反擊 比如說陳菊就跳出來講說 立法院臨時會預定處理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監委跟其他機關被提名人 還有很多攸關國家民生的 重大法案 你們癱瘓臨時會 是阻礙國家前進 並非國人樂見 奇怪 過去這幾十年來 最喜歡癱瘓國會的是誰 不就民進黨 過去你們都不算是阻礙意識 都不來阻礙國家進步 他們是為了民主 對 只有你們就是民主 別人都是為了阻礙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嗎 然後林非凡也跳出來講說 我誠摯的建議江主席 切誤因為國民黨內的壓力 和對黨的改革方向的茫然 而甘願為黨內反改革力量所瑕疵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人家今天就是因為要改革 所以才要出來做這個動作 實際上誰是真正反改革力量 不就林非凡嗎 當年你是怎麼罵陳菊 你不是說陳菊跟張志軍 你們閉門會議這樣子是 民主開倒車怎麼樣 把陳菊罵了一頓 結果現在你就挺他 9萬真的好香好棒 有9萬就可以買通你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自己才代表了反改革力量 不是嗎 然後總統府也發聲明譴責 表示攔委 癱瘓立院 是把台灣的民主當人職 請教一下 過去一直在 台灣立院的民進黨 還有太陽花的時間 請問一下 你們是把誰當人職 到底誰是你的人職 請問一下 又是時空轉移之術嗎 時空不同 所以大家民黨對 國民黨就有點錯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真的聽不懂 這到底什麼邏輯 花媽也為自己喊冤 說自己一生是人權鬥士 為民主奮鬥啦啦啦啦 講了一堆 可是問題來了 你陳菊在高雄執政12年的時間 你市府團隊召到監察院 調查58個案子 糾正30個案子 彈劾3案 我們並不是說你怎麼樣 因為你目前沒有被定罪 可是你確定 你是要當監察院長嗎 你是一個不斷被監察院調查的人 結果你來當監察院長 更不要講 你當總統府秘書長的時候 你還爆發了失焉超買案 到現在也都沒有釐清清楚 人民相信你了嗎 所以難怪將幾層會講 你是來辦案還是來施案 實際上根據時代力量 他們做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 全國52% 不分各黨派總共加起來 52%多的人是不贊成 是不贊成你來當監察院長的 然後我跟你講 贊成你當的只有30%幾而已 而且我跟你講 所以大半的人並不太贊成 陳菊當監察院長 連民進黨自己也只有26.9% 認為陳菊適合做 我必須說國民黨今天做得不好看 可是民進黨 你真的以為你自己贏了嗎 我們看到今天的畫面跟場景 你可以看到擠 擠到最後剩下什麼 72小時沒有 才幾個小時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可是這四天的架下來 你有沒有覺得 每天都跟人家在擠 在高速公路上面塞到爆 但有人是講了一句話 你要趨吉避凶 要當個聰明的用路人 你有沒有當聰明的用路人 這一次的廉價 我覺得真是一個災難 也是一個噩夢 為什麼 那一下的高速公路 根本就是停車場 你一上高速公路 你就要準備36個小時 你就要塞在那個地方 時速甚至低於20公里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騎腳踏車 可能有人從旁邊比你過去 還快 我們的一個民眾 他是花蓮人 他從桃園要回去 凌晨6點出發 這個算是早 很早 因為怕塞車 但是過去中午 大概就可以到花蓮副里 看來他應該這樣也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6個小時他有心理準備 但是問題是 這一次到下午的時候 他還塞在蘇花改 不是蘇花公路 是蘇花改 有的蘇花改還是不行 他就講過去我們買車票 但是就是買不到 我住花蓮的人 我要回去我就是買不到 我車上還有小朋友怎麼辦 叫小朋友不可以喝水 你看天氣這麼熱 為什麼 因為他怕沿途塞車的時候 沒有地方可以讓他上洗手間 肚子餓怎麼辦 餅乾開了就吃 就是這麼辛苦 你知道過去 因為我太太是花蓮人 只要一連假要回去花蓮 我都覺得很可怕 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幾乎要得憂鬱症 為什麼 我基本上大概是凌晨4點 我就要出發 天沒亮就要出發了 凌晨4點要出發 所以我基本上是3點要起床 在台北要回去的時候 我預計我大概在早上 大概9點多 我可以到達花蓮 要回來的時候也很可怕 也就是說晚上 我們吃完晚飯 凌晨大概12點睡下去 大概2 3點我就趕快爬起床 半夜 要從花蓮出發 因為我跟你講 珠花公路塞那個是塞到 你會得憂鬱症 到後來怎麼辦 變成我太太跟我小孩 坐火車我騎重機 沒辦法 解決不了 但是你知道這個情況 交通部長講什麼 他說這個我早就預料到了 你們自己要趨吉避凶 你自己要避開時段 我想問的是36個小時 你告訴我我要避哪一個時段 好不好 我凌晨6點出發 還是照三 一天也才24小時 我想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早就預測到了 為什麼 如果你早就預測到了 你為什麼不提出 一開始的時候 提出解決方案 你可不可以加開火車的班次 可以吧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宣導 告訴我們怎麼分流 你可以去做 都沒有 你知道他講 他還沒有講之前 高空局怎麼講 他說其實我們沒有預料到 車流會這麼大 因為我們覺得 不會像過年這麼嚴重 怎麼會沒有預料到 你這一次都不能出國 結果交通部長講完以後 高空局馬上又開口 他說不對 因為其實我沒有預料到 因為花蓮已經訂了九成 所以這一次一定會塞車 我想問的事情是說 你這樣子的一個搞法 我們怎麼辦 所以網友既然發起道歉 為什麼道歉 第一個 我們自己太笨了 我們沒有好好的 去規劃我們的行程 我們沒有趨急避休 不過我想講的是 怪到最後怪到民眾 是因為你民眾自己沒趨急避休 對 所以我說對不起林佳龍 我也沒想好 如果我有想好 我提早買車票 如果我有想好 我趨急避休 甚至我要講 如果我有想好 我乾脆連假不要回去 我們出去玩是我們的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為了振興經濟 你叫我們出去 所以我們出去玩這些事情 都是我們錯 我們太笨了 我們沒有你那麼聰明 我們不會預測 請問一下我要你政府做什麼 除了我們看這一次端午節的亂 接下來還有東西要亂 什麼東西要亂 發券的部分 現在既然發現說 郵局跟經濟部的合約 還沒有喬好 你知道經濟部長 現在找誰在裝券 找這個國營事業的員工 找那個受刑人 要把券這樣裝好 為什麼 人手不夠嗎 他說沒有 夠 人手夠 那你又要受刑人 叫這些國營事業員工來裝券幹嘛 那就不對了 那就不對了 而且今天幾號了 今天29了 你接著就要上路了 後天就7月1號了 要上路了 但是你合約還沒有喬好 你是不知道郵局 其實平常的業務 就非常繁忙 如果你人手不夠 你要加派人手 人手從哪裡來 還有你要加派窗口 窗口從哪裡來 上次發口罩的事件是不是這樣 反正你就一聲令下 對不對 你郵局有沒有人手 你家的事 你只有一個人忙到死 那你家的事 上次郵局不是這樣 有的就一個人藥師 他逛都發那個口罩 上次是藥局的時候 每個藥局的藥師都快封掉了 都快封到有了才一個人 那這次郵局本身 還有別的業務要做 跟藥局要 而且郵局到目前為止 我知道的是 根本還沒有增加人力 都沒有增加人力 連繼承員工 現在都擔心 都有一種恐慌 現在甚至 我看到LINE的群組裡面 有一些郵局的員工 發給他的親友說 拜託 那個卷下來第一個月 你們千萬不要來領 我們會瘋掉 甚至兩個月你都不要來領 要不然我們會瘋掉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反彈的一個聲浪了 不只這個會亂下去 接下來現在電商名單 我們在節目上都討論過 為什麼要把它排除 可能看到我們節目 有聽到這個聲音 他說好 我電商名單我加開專區 我把可以的名單列出來 比如說什麼 你是運動賽事 看電影的可以列出來 然後如果你們有建議 我們再更新 有建議 你可不可以一次搞定 你現在是怎樣 我還要幫你做事 我們還要監督你說 哪些名單可以放上去 放上去你再更新嗎 而且消費券南門山開始 振興券在開始使用之後 你那時候還在一直改 一直改 那就不對了 我到底可不可以用 我現在連店家都自己搞不清楚 我到底有沒有在 可以使用的名單裡 你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現在又提醒說 如果你有私下交易套利的新聞 我們會處分 好 那我問你 如果是套利 我們兩個都受惠 誰要去檢舉 他說歡迎你們來檢舉 歡迎你們來檢舉 這個就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能不能一次想清楚問題在哪裡 好好的去改善 我們之前在講找零的問題 還記得嗎 現在又說 本來說不能找零 等到我們節目賣賣 他現在說如果願意找零 我們也沒必要禁止 開什麼玩笑 我拿500塊 我去買50塊的東西 你可以找零找450 那不是套現了嗎 對 是套現了 從這一次這一個廉價塞車 到接下來我們要看這些 券的一個Run 到底要Run到什麼時候 這些官員這種傲慢的態度 我實在看不下去 但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這個端午的四天假期 凸顯了許許多多的問題 但坤芬很奇怪的是就是 很多事情其實早就有 可以料想到 尤其做政府的 我們選你這個政府來執政 重點就是要幫民眾 去設想到很多的事情 從塞車一直到這個振興券 還要政府很多事情 你還等著民眾 你來幫我設想 我不知道這一次 大家看到部長講這些話 如果我是網友 我講這些 大家會說我是先知 保證先知 聚集畢胸 但是部長 你不能當先知 你是要幫我們解決問題的大神 你是我們的嘉隆大神的時候 這種聰明不聰明 民眾今天出遊是他的自由 但是作為一個交通部長 應該要做的是 怎麼幫大家導流 對 好 這件事情過了就算了 因為什麼 部長很快道歉了 我覺得OK 但是部長你接下來看到 你7月1號要推什麼 你的一個什麼振興觀光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很多的民宿老闆開 歡天喜地 7月1號開始 一個人你如果是自由行 可以抵1000塊 這個會不會亂 我跟大家保證 7月1號上路肯定亂 再來什麼 7月1號還有什麼 要開始領這個振興券了 對 怎麼用 我覺得經濟部今天出去之後 中華郵政歸誰管 交通部管的 要不要再背一個燜鍋 一個燜鍋 過去送口罩已經一次了 這一次我們知道 中華郵政現在是每年的人員 在精簡 他們現在揣著彈 揣著彈 你過去是送到拌枚了 這次是要送到價錢 所以說 因為7月1號開始預購 到15號就開始要使用了 大家去想 跟上次紓困 第二個一模一樣的情況是 領不到的人 申請這個阿公阿嬤 他沒有手機 他沒有信用卡的人 會不會抱怨 一樣灌報院長臉書 這個鍋又要誰來背 所以說我覺得 一再這樣的錯誤去犯的時候 本來的美意 我剛剛講的千億難買早知道 這些錢該不該花 花了 但是有沒有達到效果 如果今天沒有達到真正的效果 反而造成民怨的時候 是不是要退一步回去思考 經濟部你要不要想一下 這些紓困圈到底要到分區來發放 還是分零 還是分戶 其實都有方法的 你在一窩蜂下去之後 就會到後來累積民怨 反而罵爆政府 所以說我希望交通部 經濟部 行政院要得到教訓 另外一個要得到教訓 好 我們講完了綠軍 接下來講一下藍軍好不好 你要說今天早上的事 公憲立法院 我們給這一群老男孩拍拍手好了 但是我們要講到的是 我認為雖然大家一直酸國民黨 但另外一個要來看 我要講國民黨硬了 國民黨衝了 蔣萬安今天也算是拋下了藕包 要給他們拍拍手 因為終於像個黨了 終於像個在野黨了 重點是江主席 江主席 你的整個戰略包裝有沒有完整 本來所謂的三天三夜現在 好吧 人家說這個要政治找X證 我不好意思講 但重點是國民黨 你這一次雖然大家一直酸你 雖然民進黨或者是其他的 側翼粉專等等都來消遣你 但是我認為江主席千萬不可以懈戴 你未來還有包括高雄要補選 哪有你的戰略到底正不正確 今天你要去質疑 陳菊的正當性的時候 後續在哪裡 證據足不足 不是跟著好像說今天寫一寫 反正大家罵一罵OK 然後大家問的是然後呢 如果今天黨內還現在 到底九二共識老的怎麼講 小的怎麼講 中生代怎麼講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就跟今天一樣 乾脆冷氣放一放回家睡覺了 所以這個時候 國民黨該怎麼辦 我常常講說 在兩個正常的 大黨之間的對抗很重要 你怎麼樣在中央的臨時會 跟你今天在南部高雄市場的補選 來做一個戰略上的整合 你不要說高雄選自己的 人家在地方上講說 反正你候選人的爸爸過去 也就是高雄果菜公司的總經理 那就是陳菊提名的 沒了 你國民黨有沒有出來捍衛 你國民黨有沒有把整個論述說清楚 一樣在中央的時候 如果高雄的地方跟中央 都跟陳菊有關係的時候 今天你到底是對於陳菊 他的爭議在哪裡 有沒有講清楚 年輕人買不買單 對 不買單的時候 我就要問我們這個 曾經找來數位朱可亮的 我們的江主席了 你的戰術有沒有應用錯誤 你的三天三夜 變成20個小時的時候 下一步在哪裡 你不能說到時候我們走著瞧 我們再來怎麼樣 那樣子 一下子熄了火不好意思 國民黨今天我只給他60 60分 只有這作為一個在野黨 最基本的分數 但是你不要被酸了 你就縮起來 你就真的得了早差症 我覺得應該要硬下去的理由 在於如果國民黨 連這次臨時會跟高雄補選 都不像樣的話 那真的解散好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台灣 可以注意到 現在這個時候的政治之亂 好像還要繼續亂下去 但是天氣之亂 你從今年的年初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有許許多多的 災一致不斷的在出現當中 許多人都說到 今年庚子年災多 凡事必要小心 立剛 你說從19世紀春度到現在 200多年 真的 四次的庚子年 四次庚子之亂 1840年的鴉片戰爭 1900年60年後八國聯軍 1960年後 人民共設大躍進造成大饑荒 5000萬人左右餓死 2020年的現在 是我們講的新冠肺炎 加上天災 對 可是立剛講到天災 有時候就是因為異象 我們先看異象 你看北極圈內的 維克陽斯克 38度 這不台北 你那應該是零下38吧 對 沒有 什麼 我差點被你帶走了 38度 攝氏38度 你說台北 好 講到台北 台北 氣象專家 38.9 今天 你看 我去統計了一下 立剛你看我這數字對不對 37 38這種高位預警 加起來12天 已經破124 攝戰以來的紀錄 120年來的紀錄 好 你剛才說北極圈 維克陽斯克38度就是異象 不止 他千里之外的切爾斯基 竟然也30度 這麼高溫 這不是只有單一而已 整個基地溫度都飆高了 我覺得這就是亂的套 好 這個最有趣 因為他很恐怖 美國大峽谷管理處 國家公園 他竟然罕見在Twitter上面發文 我們本來以為他開玩笑 他不是 他真的是告訴你 他說如果你想來我們大峽谷 麻煩你先去了解一下 你那個登山鞋的極限在哪裡 鞋子 為什麼要了解他的鞋 因為他說你來 登山鞋不就爬山用的嗎 他說你來之後 我們大峽谷會熱到44度以上 而且他馬上圖文並茂告訴你 你看再強的登山鞋最後也是 脫膠 膠殼的地方都已經脫下來 脫落了 好 剛才講到異象導致天災 我們來看天災好不好 先看北島 紐西蘭北島 奧克蘭 說出現這樣的龍捲風 我用一個他們當地 一個20歲年輕女孩講的 他說我那時候一看他這龍捲風 我嚇死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要找地方躲 他躲浴缸 坦白講真的沒地方躲 只能躲浴缸 好不容易等到這個風暴過去之後 他說他家不見了 只剩浴缸 你能想像那種電影 Twister裡面的那種場景 現在發生在你家嗎 伊斯坦堡 土耳其 他們說龍捲風不是一個兩個 是好幾個 你現在看到水龍捲 而且他們拍攝的人都講 民眾都講 我們這些龍捲風都很紮實 是一個很紮實的氣血 這是陸地上的 到處都是 龍捲風是到處跑 然後他們講了 又有龍捲風又有大雨 那又一個水龍捲出現 又一個 他們說他們那邊看到世界末日 當然這是一個恐怖的比方 因為他說整個白天突然變成 被烏雲籠罩像黑夜 來 我帶大家去看湖北 湖北剛剛我們才說 什麼武漢淹水那些 金門的龍捲風 當地人沒看過 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 邊拍邊逃命 上海說我們這也滿恐怖的 因為我們天空 它會出現很奇怪的變化 而且都一秒而已 叫一秒天黑一秒暴雨 你知道立剛我們上禮拜 不是才講說上海 它可能會強降雨 結果現在就真的來了 一秒天黑一秒暴雨 好 我們剛剛不是說到 湖北淹水嗎 是 對不對 講到湖北 你知道大陸的中央氣象台 它也是破紀錄 因為我們今天是6月29號 就是29天了 它已經發了28天的暴雨預警 整個梅雨在6月份 全部都下在長江流域了 是 你知道武漢他們現在講 他們現在下的那個暴雨 那個雨量 是他們的平均2.5倍 好 你先去看武漢 以昌 以昌就在三峽大方旁 車子幾乎都快滅頂了 你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武漢 他們現在在淹大水 我告訴你 本來我們不是上禮 半個月前都還在只講 四川 重慶跟貴州嗎 現在已經到湖北來 湖北的五大湖區 全部都已經超飆了 講到高溫讓我想到閃電 打雷閃電說印度的東北部 你剛剛我不太懂 為什麼會給雷金83人 印度它現在的雨季 然後很多的農民 趁著要打雷之時的時候 下著大雨 他們就跑到農田裡面去耕種 這麼一耕種就被雷劈了 空曠的環境這樣好 所以差也讓雷金 這讓我想到 你不要小看那個雷跟閃電 各位想不想知道 史上最長的閃電在哪裡 709公里在巴西 當時巴西這個閃電 它是從阿根廷 以東 一度打 打到哪 打到南極 709公里在巴西 我再給大家看 閃電可以打這麼長的距離 對 2018年的紀錄 而2019年則是史上有一個 閃電最久的紀錄 16.73秒 閃電一般就下一下 一兩秒 對 一秒兩秒 16.73 觀眾朋友去數數看 最後我想講一個 閃電有多恐怖 太空站看到的跟你不一樣 他們用模擬動畫去模擬實驗 結果發現說原來在閃電的同時 會產生伽馬射線大爆發 你看 往上衝 到了高溫大計程 那個整個伽馬射線的爆發 它所產生的能量 你就知道閃電好恐怖 我們看到現在的 這個時候的氣候 出現了一些怪異的狀況 人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 現在這個時候 想辦法要面對的 就是天候異常的一個問題 可是在水底下的生物 水底下的生物 照理說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其實不然 因為現在有些怪的生物 開始從水底下出現了 這是否代表著庚子年這個輪 連水下面都產生一個異鄉了呢 庚子年世界各地都天有異鄉 水下了一步平靜 尼斯湖又出現怪東西了 尼斯湖其實大家說 這個水怪已經很多年了 可是最近又有人拍到 尼斯湖似乎有水怪先生 在水裡面有一個大大的魚 將近差不多三 四公尺多 你看 有一個長條的東西 這個長條的東西 對 然後拍到一比對照片之後 會發現這個照片怎麼 跟之前在義大利 被捕獲的大型鯨魚 還滿像的 因為鯨魚他的背上的花紋 是他獨特的一種印記 所以說這兩個一比對 會不會是尼斯湖出現大鯨魚 但是又有科學家說 其實尼斯湖裡面 要存活大鯨魚的機會 是非常的低的 好 可是又有一個 蘇格蘭的55歲的一個 算是水怪迷 他又出台了一個影片 整整兩分鐘的時間 他拍到一個9米的一個怪東西 在水中 很大黑影在水面上面 待了足足兩分鐘 就這個畫面 兩分鐘的時間 到底一個9公尺的大魚 在這個湖裡面 要不被發現 真的是很困難 可是咻了 它又不見了 不見之後 他就把這個影片 就送去了尼斯湖當局 因為尼斯湖當地 有一個尼斯湖水怪觀光登記處 是官方認證的 而且官方直接就把這一段 又潑在台灣邊等於是 所以表示是官方驗證過的 對 官方驗證過的 水裡面又出現了一些 不明的一些物品 到底是不是尼斯湖水怪現身 還是說又拍到的 可能是枯樹枝 還是一些其他東西 我們不清楚 可是太長了吧 9公尺長度 對 9公尺照理說很難 但是其實水裡面有很多 真的讓你覺得 意想不到的東西 就像日本的網友 他在釣油 他在海邊釣油的時候 一釣 怎麼釣出來這個魚 這個魚到底是塑膠的吧 這顏色怎麼會這麼紫 這麼藍 而且都是螢光綠 螢光藍 好漂亮的魚 而且會動的 沒有錯 他釣上來這個魚 感覺上好像什麼 是人為把那油漆 是不是惡作劇 把那個螢光漆 塗在魚身上之後把它丟掉 但是這個生物家看到說 這個叫做子頸魚 它是一種雕類 這個其實就是在熱帶 的一些珊瑚礁區裡面 會有的大型魚類 這個其實它是可以吃的 味道還不錯 看著現在全球 COVID-19的狀況 美國的疫情仍然是非常的嚴峻 但是川普現在這個時候 他的總統大選剩下的時間 也只剩下了四個月了 不過川普最近好像吃了 誠實豆沙包 他居然講了些實話出來 市立剛 現在全球COVID-19的確診人數 已經突破1000萬人了 非常恐怖 很多 可是對美國來講更糟 因為全世界四分之一 都在美國 有250萬人確診 而且現在已經有超過 12萬5000人病逝 你看這樣幾個月 就12萬人 這樣離開人事了 而且你知道嗎 他最近已經連續三天 單日確診數破4萬 還在破紀錄 所以這真的很可怕 疫情不但沒有緩解 反而在節節上升當中 尤其德州跟佛羅里達州 你知道佛羅里達州 確診人數在兩週之內 升了5倍 現在當地人都嚇了個半死 然後德州這個地方 確診率已經升到14.31%了 這也都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個疫情始終無法壓下來 對川普來講也形成了很 巨大的壓力 就過去從來不承認錯誤 從來不承認失敗的 川普最近奇怪 奇怪好像突然之間就糾了 還是中血不知道 是不是遇到無形 他說實話 對 就突然之間講出那種 以往我們不可能聽出來的話 你知道這是一個節目的主持人 其實擺在做球給他 就是說你未來你接下來四年 你到底有什麼施政方案 其實就是讓他去發展他的報復 結果你知道 他說因為有些人不喜歡我 所以拜登有可能會成為你們的總統 他說對手會成為總統 怎麼可能 這個以前川普 從來不可能會講這話 這個電視節目是For川普的 是要幫他做球 是要幫他送進之後 再繼續讓他連任的 這個節目在我看來 根本就是一個自立物行銷 你知道 結果你怎麼會把他漏成這個樣子 然後人家問他你施政計畫 他說經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詞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還說 我從來沒有做過總統職位 更從來沒有做過華盛頓 我來過華盛頓17次 突然一下午就變成總統 然後他說 我跟第一夫人就梅拉尼亞 我們第一次走在那個 賓西法尼亞大島上面的時候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你看這真的很棒 你在說什麼 他怎麼會在電視上講這些話 你是腦袋是跳針到哪裡去了 還是怎樣 還是又是時空不同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最後結尾 川普還是沒有忘記說一句話 說什麼 波頓是笨蛋 波頓是笨蛋 這句話他當然是很實在的說說 所以現在他最恨的人 大概就是波頓 每天在罵他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川普脫線不只在這裡 你知道美國在The Village這個地方 剛好有兩派人 一派是川普的支持者 就在那邊高喊 白人力量 白人力量 然後另外一派就過去喊 他說你們是納粹 你們是種族歧視 那雙方在那邊 吵得不可開交 結果這段影片 川普也轉貼了 分享了 然後他還說 謝謝你 The Village的偉大人們 然後他貼完之後沒多久 川普刪文 川普過去從來不刪文 為什麼把它刪掉了呢 然後他的幕僚趕快出來 幫他解釋說 川普其實只在感謝 The Village這邊的人 並沒有聽到影片中那些話 表示他們自己也覺得 那有種族歧視的疑慮 所以還是趕快刪下來 比較恰當一點 你看川普是不是真的開始 對自己有點沒信心了 因為他過去 從來不刪文的東西 現在怎麼會開始這樣做了 從以前狂到現在居然改變了 然後他最近也開始出包 出什麼包 他之前不是造勢活動 看起來很落差 因為整個廠空空蕩蕩 沒什麼人來嗎 上面的位置都沒人坐 然後現在他又再度犯了 通常錯誤什麼錯誤 又是引用人家的歌曲 然後沒有獲得人家的授權 這個是赫赫有名的 Rolling Stone滾石樂團 這英國很有名的樂團 結果川普裡頭 一直用他這首歌 You can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這個你不可能一直得到 你想要的這首歌 可是根本沒有經過人家同意 所以現在Rolling Stone也非常火 說你如果再持續這樣用的話 我們就要訴訟法律 要告你了 我就覺得 川普不是有很多錢嗎 你去跟人家買個授權或怎麼樣 至少爭取人家同意 這些都不做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但是現在他好像內外交迫 為什麼 現在連他自己同黨人 好像都不太挺他 比如說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亞歷三大 他就說 如果真的像專家說的 佩戴口罩那麼重要的話 總統戴上口罩 將有助於擺脫這方面的政治辯論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分成兩派 就是變得好像支持川普人 就不要戴口罩 不支持川普人就會戴口罩 在裡面有一種象徵 可是照理來說 防疫戴口罩 應該是每一個人 都要去做的事情 可是就是因為 川普自己不願意戴口罩 所以才造成了這樣的一個對立 當然連共和黨 自己的人都看不下去覺得說 拜託你做一個總統 你就戴一下口罩 至少可以米平這方面的紛爭 你看他自己的同志 都看不太下去了 是不是準備要切割跳船了嗎 然後川普過去的好朋友 就是誰 普丁大帝 普丁大帝上一次川普選舉 2016年的時候還挺幫他的 還挺支持他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對 為什麼 因為根據紐時 還有英國泰伍斯報的報導 最近美國的情報官員 跟這個媒體透露說 這個他們發現阿富汗這邊的 塔利班部隊 在接受一個機構的賞金 什麼賞金呢 賞金可能來自於格魯烏 也就是俄羅斯的情報部隊 然後他下面有一個特別 叫29155這個部隊 這部隊幹什麼你知道 做什麼 他們負責暗殺的 暗殺誰 我跟你講以前只要 任何對俄羅斯聯邦 不利的這些人 比如說前俄國特工斯卡里帕 他就被人家暗殺掉 當時就傳說是29155 這個部隊做的 很多普丁的政敵 什麼不利的人士 都是經過他們現在來弄 現在他們就要把矛頭對準誰 對準美軍 所以塔利班有人去 有人給錢 結果目的是要來殺美軍 對 就直接對美軍下手 可是背後出錢出力的人 居然是俄羅斯 而且更糟的就是 現在根據情報顯示 美國政府 可能3月就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一直沒有做任何反應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們不做反應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 就叫川普說明 可是川普有回答也很奇怪 川普就說你牛石 你應該把你匿名的 那個情報來源 你要公布出來 但是我相信你們一定公布出來 因為根本沒有這個人 這不是很好笑嗎 人家就已經說是匿名了 當然不能公布 公布還叫什麼匿名 所以看起來整個大勢 對川普是越來越不妙 日本現在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重啟經濟了 許多地方也開始進行 一個復甦的動作 雖然每天還有一些確診的案例 但確診的案例量 正在下降當中 當然日本有一個產業 現在這個時候 既然你復甦了 我就要拚命排騙 我要把前面沒賺到的錢 把它賺回來 說實在的 日本這次的疫情 確實相當的嚴重 很多產業受到影響 尤其是AV產業 算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這一次的衝擊真的很大 最近黃明志有一個MV 既然一上架11個小時 短短11個小時 點擊就破了100萬 這麼憨 對 這首歌叫不小心 坦白講 如果不是因為片中的 這個女主角山上優雅 我相信很多人不會去點 因為就不小心 你說不小心點進來 實際上這首歌裡面的歌詞 是很多的雙關語 算是黃明志的幽默之作 但是說實在的 他自己也講說 應該大家都是為了他的歌聲 而且裡面這個很有趣的一個歌詞 但是我說到底 我看完整支MV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在唱什麼 但我就是欣賞片中的女主角 這個山上優雅 所以我覺得山上優雅 還是扮演很重要的一個功勞 但是說到底 很多人就在想說 這個山上優雅 到底怎麼出道 因為他現在在日本的AV界 我們有北高橋聖子 南山上優雅之稱 他就是一個AV女神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他實際上是偶像團體 偶像團體 他還加入過有偶像團體 SKE48時期的偶像團體 我們看當時他的氣質 就非常的清純 而且那種有一點 我們講叫嬰兒肥的這種感覺 其實在當時 像鄰家女孩 鄰家女孩 一看就是一個偶像的路線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這過程當中 他不小心跟誰交往 這個是首越右野 傑尼斯裡面的一個男成員 實際上他是一個渣男 所以他就變成受害者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他們在街上 蛇吻的時候被記者拍到 這一拍到不得了 整個形象受損 也被踢出了SKE48 沒辦法 只好轉型轉到哪裡 AV界 他一開始的時候 只答應只拍一部 所以叫一本限定 AV界想說 好不容易有偶像來 氣質又這麼清純 拍一本限定 當然要花錢 好好重金來幫他宣傳 你知道很可怕的事情是 他既然就靠這樣子 得到什麼DM2016大賞 Open2016大賞 SKY2016大賞 而且連續一個星期 都沒有跌出榜單之外 一個片子就有這麼多大賞 非常可怕 而且還真的拍完以後 他就消失了 很熱賣 而且拍完以後真的就消失了 大家想說一本限定 對不對 結果過半年以後他又付出了 拍了第二部 第三部作品 而且才三部作品 既然就讓他拿到DM大賞 四個冠軍 四個冠軍 當然這幾年 他這個串身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後來就移到這個SI 我簡單說一下 他原本是隸屬於Muteki 然後後來轉到SI的差別是什麼 在Muteki叫借位拍攝 但是轉到SI以後 變成是真槍實彈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在2017年 奪得最佳名演員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我想就是因為2016年 出來出現的這個高橋勝子 影響到他在AV界的一個地位 但剛才講到這個 拿到最佳名演員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很簡單 其實不然 過去波多維捷一花了6年 上元亞一花了4年 可是他只靠什麼 就一部片 就登上了這個最佳名演員 當然這個AV還是要好好的演一下 所以名演員還是有他的重要性 但是山上優雅在27歲 現在27歲了 受到後輩的挑戰 為什麼 現在新人輩出 包括這個森田永美 喬本友菜 這個是桃乃木香奈 還有這個香澤南 其實也威脅到他現在的一個地位 未來的挑戰還很多 如果疫情一直沒有順利的話 也可能要看他未來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我們看到這演藝界當中 其實整個變化是非常的快 尤其長江後浪推前浪 使得這個前浪 你不斷的要繼續努力 如果不努力 可能後浪就會把你給吞噬掉了 但是這演藝界當中 這藝人的收入的落差也真的很大 其實日本的Everynew 他們的片酬真的是天差地 就像是以三上優雅來看好了 三上優雅它的第一部片 號稱是天價片酬 怎麼說 它的第一部Every的片酬 可以在東京買下一個套房 它的片酬大概在1000到1200萬日幣 也就是東京的 一部片子就這麼高的片酬 對 非常非常高 這個紀錄目前來講 算是A咖中的 算是非常前面的 可是後面還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好運嗎 那不一定 有很多 他沒有辦法上位的 他可能就是只能夠演演配角 或邊緣角色的 他的薪酬真的非常低 也低得非常可怕 就像這個寶生莉莉 他自己就神經說過 他在片酬最慘淡的時候 被公司的抽成扣完了 他一部片只拿到8000塊 日圓的一個片酬 相當於2250 甚至他還演過那種林演 他邊緣配角只剩下1600台幣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但是其實在日本的 Every女優裡面 他們大概會分為三種等級 第一種等級就像山上優雅 他單體女優 他是專屬某公司的 他的片量不多 但是因為他是專屬公司擁有 所以他都是算是重金打造 片酬非常高 單片片酬可以50萬到 一兩百萬日幣都有可能 另外一種叫做企劃單體女優 也就是說他的片酬是 單一企劃 他可以跟不同的片商 談不同的合作 他的出片量大 但是他們相對 他們的出演費 大概10萬到80萬日幣 一般不會破百萬 但是他們的片量大的時候 他的收入不見得會輸給 這種專屬公司的單體女優 就像代表做的是誰 波多野 捷一 尚越 雅一 他們有時候一個月 大概可以拍到一二十支片子 他相當優雅的出片就會比較少 所以他們也是收入很高的 但是另外一種是絕大部分 就是那種名不見經傳 就在封面上也根本找不到 誰是誰的 像這種叫做企劃女優 通常出演費大概2萬到10萬之筆而已 包裝盒上是沒有任何記名 他大部分是打工 打工他也不希望 可能不希望家人認出他是誰 就像著名的電車吃飯系列 大部分就是這種企劃女優出演的 但講要轉型一定要提到這個人 這個就是轉型裡面算是最成功的案例 昌景空 昌景老師 他最近出書了 他出書出了他自己的自傳式小說 而且自爆什麼 自爆他之前公布的 他的年齡是假的 他說我是現在36歲 不對 其實我現在39歲了 他說我是東京姑娘 假的 他其實是神奈川來的鄉下姑娘 所以說他說他以前為了要 在東京求生活 還有邊包裝了一些他的出生 包括他的生日 但是其實他除了出書之外 其實他的整個書法寫得非常好 這是他寫的 對 這是他寫的 這個之前在大陸跟 中國大陸跟日本關係 有緊張的時候 他寫上的日中友好 這一出來之後很多人都自探不如 我們很多華人甚至書法都沒有寫得他好 不愧是昌景老師 他在中國大陸的微博 擁有1300萬的粉絲 而且是大V有認證的 表示他本人在經營 這個真的是滿厲害的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很多案例 都是他們的整個轉型 也算做得非常好 像這個沖田信黎 他退影之後 在YouTube裡面做了一個畫畫頻道 因為他的畫功了得 經常發表他的畫作 高橋盛職其實他後來 隱退之後 也去當了搖滾吉他樂團的吉他手 Hotel Lins的前吉他手 他經常會要巡迴演出 也獲得很多樂迷的支持 另外像這個柴果尋美 他就是一個創作型的音樂人 他會作詞 會作曲 他還會用編輯軟體的自己創作 還跟日本的一些大歌手的合作發表 算是轉得滿厲害的 這個金月光他從小就是練小浩 所以說他就是非常會吹小浩 而且他的出道造型就是 隨手附加小浩 他到目前為止也經常 會去做這樣的表演 但是裡面最勁爆的 一定就要比這個了 明日花齊羅 他Rap非常厲害 他之前在日本還組過樂團 三人樂團香檳王 就是他們當時的照片 而且他現在宣布什麼 他要跟昌景空 昌景老師一樣 要進軍大陸市場 所以他已經被 中國新說唱這節目向中了 他即將跟中國大陸大萬級 大咖級的Rap歌手 共組Rap團體要進軍大陸市場 所以說其實他們這些還是 朝他們演藝錄在發展 希望他們還是有好的一個演出 我們看到他們演藝界當中 有許許多多的一些發展 但是每個人都會有 第二專長的存在 有一個人 大家都稱他為疾盜書法家 照理說他手上拿的 應該是毛筆才對 但不對 差大之間警察發現 他手上拿的居然是槍 真的太對比了 因為昨天凌晨 中部的霹靂小組警方 你看這個畫面很震撼 霹靂小組他們當時的震撼帶一丟 然後就直接破門 破門之後進去 結果裡面的這個男的他持槍 持槍要拒捕 可是你看到剛剛那個霹靂小組 你持槍怎麼樣 我直接過去一把奪槍住 把你槍奪下來 這整個畫面讓人家看了 旁邊的那些民眾想說 這是拍電影嗎 不是 是真的抓人 不過對比在哪 對比除了警察的應用之外 還有被抓的那個男子 那個持槍的男子 人家大有來頭 他叫李以成 誰 我告訴你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書法大師 書法大師 對 你看到這個 怎麼會拿槍了 我知道各位覺得很好奇 其實李以成他本名叫李家蓁 他早年年輕的時候 曾經因為闖禍坐牢 但是他在牢中 他就拜了一個周良真 是國寶級的書法大師 拜周良真大師為師 因為那時候周良真周大師 他會到監獄裡頭 去教這些受刑人 怎麼樣學書法 結果李以成很有天分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 我們講的行書 草書 曆書 而且他最厲害的是 他不在書法寫得好 而且你看他的話 有人就講說 遠看相坡墨 近看是成書 怎麼樣 很有意境吧 好啦 他出獄了 出獄之後 因為他是一個模範的更生人 剛剛他的那些作品 還在彰化的美術館 有各展 開畫展 對 但是 雖然出獄之後改邪歸正 他一面做主事 一面又做書法家 而且他還有一些作品 可以賣錢 這樣很不錯 智力更生 又開各展 不過有人就說 他出江湖 離開江湖是因為書法 但這回回到江湖 又踏上不歸路 既是為了女友 因為前陣子他發現 他的女友不見了 他就跑到女友前夫 開著服飾店去 心思問罪 跟他講就要出來 我再找他 這樣子 可是過程當中 服飾店的店員覺得 你好像在叩叩 我們就報警 就兩個台中的刑事幹員 跑到了剛剛我們說的 租法大師李以成的家門口 去搜證 但你不曉得 李以成家裡有裝監視器 他看到他門外 有兩個人在對他家門牌 還有車牌在搜證 他立刻持槍出來 就對著那兩個刑警開槍 一槍是對著人家頭 一槍對著人家肩膀 頭的那個沒中彈 但是肩膀的那個陽性警員 中槍 醫生說命大 因為剛好那個子彈 是從他的這個 我們說的三角地帶射過去 沒有射得到動脈 有騙的話可能就危險了 對 可是後來 他們兩個立刻送醫 並且叫支援 霹靂小鼠就來了 就回到現在這個畫面 就讓你看到 怎麼會有這麼對比 當初的跟生人 模範生 書法大家 現在難道會變成了 極道書法家嗎 我們看著台灣 在今天的時候 台北市的溫度到達了 38.9度 也破了台北市在6月份 這樣子高溫的一個紀錄 可是看到台北的溫度高 其實我們到北極圈去看看 北極圈的溫度 也到了接近台北的溫度 38度 全球的氣候異常 現在整個溫溫的燒了起來 人類的生存面臨危機了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日前 已經突破了1000萬人的大關 現在剛剛又講到 全球的氣候異常 現在又出現了暴雨 水災 還有高溫 甚至黃災 是不是下半年的立刻 會不會變得更慘 大家都很害怕 首先來講美國好了 美國現在不只是 疫情嚴重的國家之一 甚至你看到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生火收起來了 每次到了這個夏天的時候 美國很多的州政府 都最害怕的就是森林大火 這一次亞利桑那州的森林大火 成為了鼓主 糟糕的是州長說 已經有20多場的野火撲滅了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只撲滅了30%而已 還有70% 你怎麼辦 還在燒 所以還在燒 根本他現在還要保護他們的 這些要去滅火的消防人員 還有一些滅火的一些幫忙的人 因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 是說肺炎疫情他們很嚴重 以免他們在一邊救我的時候 萬一又有這個疫情怎麼辦 不只這樣 現在這個 源自於沙哈拉沙漠的沙塵暴 沿著墨西哥灣一帶的 美國各州的登陸 登陸了之後 你知道尤其是像路易斯安那州 你看到這個藍藍的天空不在 馬上變成這樣一片灰茫茫的對不對 剛剛這樣一對比 你就很有感覺 所以這樣子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沿著墨西哥灣這些各州 幾乎都陷入了這些沙塵暴的 陰霾影響 甚至有學者說這種情況非常嚴重 是50年來最恐怖的一次 這麼強的沙塵暴 對人的身體是有害的 對 所以學者才會用一種名詞來形容 哥吉拉沙塵暴 那是一種比喻 但是象徵的就是 這沙塵暴多恐怖 另外一段歐洲也沒有好到哪裡 我們剛剛講高溫 歐洲水災 暴雨 像比如說塞爾維亞 你看到沒有 幾乎很多的塞爾維亞 很多地方其實滿漂亮 可是現在變成一片汪洋 塞爾維亞沒有這麼大的水量出現 而且這些洪水 你看畫面上這個船屋 甚至碰到了這個公共建築物 這些大橋 直接變成粉水 整個毀了 就直接整個毀掉了 所以塞爾維亞很多地方 泡在水裡面 導致他們很多居民被迫撤離 班間 而且除了塞爾維亞下大雨之外 希臘的雅典 閃電打雷 雷電交加的 我跟你講現在是2020年 要不然不知情的古代 可能會看到這些是宙斯在發怒了嗎 眾神在發火了 所以導致這些閃電打雷 更糟糕的是伊斯坦堡 在土耳其第一大城這個地方 還出現什麼 下大雨 還有下冰雹 冰雹而且跟小石頭 雞蛋一樣大 甚至比它更大顆都有 這個可是會打破玻璃 甚至你剛剛看到沒有 路上龍捲風 水上也出現水龍捲 對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 很多都是被這個大 很多的路樹 還有很多的公共設置 像電線桿都被吹倒 但這種恐怖的情況 都讓土耳其覺得說 這個1600萬人 大人口的一個 這麼大的人口的一個城市 都會覺得說 這個土耳其是面臨到什麼 世界末日嗎 但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我帶你們來看看 在博士普魯斯海峽 這個風雲變化了 變幻莫測 你看烏雲壓頂 只透出一點點的微光 看到沒有 這個感覺才像是世界末日 這不是好萊塢的影像 這是大白天 大白天已經完全整個黑掉了 這也不是特別做過什麼修圖 影像的合成 這個簡直是他整個 拍下了觀測畫面 這個大白天 只有一點點的亮光 是不是就像 好像要毀滅整個地球一樣 這個就是出現在 博士普魯斯海峽 海峽的這個烏雲壓沉 剛剛講到歐洲 美國 都有這個高溫 森林大火 下大雨 暴雨 洪災 如果把這個場景往北拉一點 北極圈算是應該 溫度比較良法 北極圈溫度是低的 因為很冷對不對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講到 維克陽斯克 飆到38度C的高溫 現在不只是這樣 剛剛講是一個 北極圈的小鎮 結果沒想到沙哈共和國 就是在俄羅斯西伯利亞這邊 你看溫度計30度 是 距離北冰洋 大概不到40公里的地方 38.4公里這個地方 他們在那個就是 所謂的亞庫特地區 那裡是複產鑽石的一個地方 他們叫沙哈共和國 現在那邊也發生森林大火 而且森林大火一燒 從今年燒到現在以來 已經有燒了127件 而且不只這樣 我們在6月初的時候 不是提到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非常震怒 在他們的西伯利亞另外一個地方 諾尼爾斯克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這個多公噸 而這個柴油外洩的烏朗面積 已經高達350多平方公里 影響的是他旁邊的安博亞納河 十幾公里全部都本來那條河 就被暱稱叫紅河 現在叫做雪河 而且這個柴油 如果你知道 普丁下令進入緊急狀況 如果你要去清理他 要怎麼辦 你就是燒 可是燒的話 那不是造成二支傷害嗎 而且清理他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435億元台幣 還要花這麼多錢 而且一燒的話 會不會像剛剛我講的 薩哈共和國一燒 一發不可收拾 你現在已經燒到 比去年的起火點 又往北極圈推進 往北推進了13公里 現在燒了之後 現在這個高溫不斷 最讓它們剉內彈的是什麼 它會導致永動土的融化之後 又釋出了什麼 甲腕跟二氧化碳 它會加速全球暖化 那邊是有多少的 原來像永動土 這樣的一個保護冰層 如果沒有的話 你想想看 地球會不會進入全球暖化 更嚴重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世界的氣候 正在異常當中 這是否代表著 現在這樣的極端的狀況 會持續下去 但有一個地方的狀況 真的在持續 6月份的梅雨季 本來應該是在我們台灣 到華南地區的上空 也就是說長江流雨的前訓期 就是我們台灣 但是長江的前訓期沒有了 因為梅雨封面 直接停在長江流雨 一個月的時間下下來 旺洋一片 是 中國大陸的勞災 災情看起來越來越嚴重 因為它現在已經有26個省市 都出現各種不同大小的災情 他們比較嚴重的 重慶 湖北 河南 安徽市省 都遭遇大暴雨的侵襲 你看這邊整個紅塵這樣一塊 看起來非常恐怖 他們現在認為有25條河流 可能發生超緊洪水 然後甚至江西湖南這些地方 可能都會是下一階段的災區 所以看起來情況 真的非常非常顯惡 他們說整個雨下到 直接是用潑水式的 這樣潑下來 想潑水式的那個水量多大 那真的很恐怖 當然也驚動了 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習近平也趕快做出了重要指示 然後要求 這已經是國家級的防災警示了 所以要求各省市全力動員 一定要把這個災禍遏止住 可是問題是 看起來人有的時候 真的很難勝過老天 因為宜昌現在遇到這20年來 難得來一次的洪水 整個宜昌真的一片汪洋 你看到處都是 你看馬路變河川了 汽車都變船了 這個整個看起來就真的是 你看整個道路在哪裡 你都看不見了 那個車全部都淹在裡頭 直接飄走了 對 看起來真的是 顯像還生 甚至很多人在裡頭 我要救我的車 可是我又覺得自己的命危在旦夕 比如說有一個女司機 他就開車開到一半 啪一下這個洪水突然來了 你看 那怎麼辦 沒辦法 他已經被困在這裡頭了 所以車裡有人 所以你看 這個還好有被人看到 所以公安那這些人趕快去救他 那時候水還沒淹到非常高 可是已經非常危急了 再高一點就完蛋了 因為這個已經看不到路了 也不知道高地在哪裡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可怕 有的人還是心疼自己的愛車 為什麼 因為停車場很多都建在地下室 結果有的人想說 我先去救我的車 他在幹嘛 水已經這麼急了 他還要說什麼 因為他跑到地下室裡頭去救車 結果一去 自己差點被淹死 這真的是我覺得在 車都滅頂了 他難不成 他不小心 可能連自己都滅頂 你外面的馬路 都已經淹到這麼高了 我說真的 你那個車真的不用救了 因為救了也是白救 整個 整個你想想看 路面都淹成這樣 地下室當然是完蛋 你開不出來的 根本不可能開得出來 進去就是游泳而已 當然也有人 還是在苦中作樂 有人就說 現在正好的時機來衝浪吧 他說你看 你什麼時候看過衝浪 大街上還有魚來跳海跳去 不少魚 所以很多就是附近的河川 這些魚 就直接這樣混過來 直接整個都上去了 所以這看起來滿恐怖的 當然這也只能苦中作樂 其實看到這樣子 還是滿觸目驚心的 可是 現在不只是宜昌有問題 我跟你講 現在他們認為整個這樣 一直宣洩下來 因為葛舟霸 然後三峽大霸 整個都在 開始好像在對下面洩漢的 都進滿水位了 接下來太湖 洪水可能要拉緊抱 淮河流域 甚至可能發生超警戒洪水 因為你整個都在 長江的下游這個地方 你上游如果真的開始洩洪 那整個就一起完蛋 那當然 太湖本來可以調節長江的水量 但現在都滿起來 也調節不了 不過老實講 很難調節 因為不管是太湖也好 洞庭也好 這幾年是越來越小 因為早就預設了差不多了 所以它的調節功能 越來越有限 現在香港媒體直指就是說 都是因為你葛舟霸 跟三峽大壩洩洪 才會造成下游這樣 宜昌這些地方淹大水 因為宜昌距離三峽大壩 才40公里而已 一下就淹到了 可是大陸的官方 好像出現了不同的說法 比如說他們的新華網就說 其實我們這個不是在洩洪 我們在發電 做滿載發電 他說滿載發電 因為水位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 剛好利用這個時候發電 所以這不叫洩洪 叫發電 這個聽起來有點奇怪 現在外面真的下大雨 下面都已經一片汪洋哲國了 你在這個時候發電 這個時機好像選得不太對 但東方報就明講 東方報直接就說 其實就是要洩洪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地方水位都超標 包括我剛剛講的太湖 太湖的水位 都已經超過它的警戒線了 其他的地方 也都全部超過警戒線 如果你這個時候 森霞大壩不洩洪 葛舟壩不洩洪 那到最後就 它上游的水位會變得更高 到最後你整個承受不住的時候 一次洩出來 其實反而更危險 當然他們說 其實現在雖然他們有在洩洪 但是其實雨量增加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多 也就是之前在20號左右的時候 他們洩洪量大概每秒 26500立方公尺 然後他們說其實跟之前比 大概增加每秒 大概增加6000立方公尺而已 那增加量並沒有那麼多 是 但是你知道 其實中國大陸 自從建成三峽大阪以來 2009年建成以來 幾乎每隔一兩年 都會遇到這種事情 他們最厲害的一次 其實不是今年這一次 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遇到過 每秒7萬多立方公尺 這個水量 很大 對 非常大水量 他也是安然度過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其實大家是不是有點過分擔心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對整個長江東下游來講 因為它不只是 三峽大阪洩洪的問題 還有它本來就一直在大雨當中 你這個暴雨不停的話 再加上上游又持續 這個水量一直過來的話 怎麼樣都會造成災難 所以無論如何 還是小心提防 在低洼地區的人們 真的要開始注意 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這個時候的江南 到華中地區 因為這勞災的關係 整個災情是慘重的 但中國大陸的西南方 跟印度交界之處 邊界之爭到現在還是越演越烈 為什麼有人就說到 印度其實在這個時候 它不鬆手的最重要原因 在於印度現在有四個狀況 非常的嚴重 我不轉移焦點的話 國內的民眾的情緒 可能會發現到政府身上了 離港裡講的這四個狀況 第一個 現在大家世界聚焦的新冠肺炎 不是美國 俄羅斯或巴西 而卻是排名第四名的印度 印度現在有 它排到第四名了 你看 它近14億的人口 但是雖然它只是第四名 但它已經有54.8萬人 已經確診了 它恐怖是在於 它可能會超越俄羅斯 而且它完全沒有趨緩的趨勢 它一直在增加 所以印度咖哩沒有用 你知道嗎 對 沒有用 你知道過去24小時 它就增加了快2萬人 一天而已 好啦 印度現在面臨的 三大恐怖狀況 第一個 它人口多 第二 它資源少 第三 它衛生又差 所以現在新德里 已經進入了暫時的狀態 已經不像過去 你這樣是出來被我抓到警察 可能給你體罰一下 現在是軍方直接接管 這種準暫時狀態在首都 何況是其他的都市 好啦 可是你要曉得 他們就偏偏現在檢測能量又不足 即使它號稱 我每天檢測2萬人 不過實際的檢測能量 恐怕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講的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它還有天災 第二個 他們現在面臨的嚴峻狀況 就是暴雨 立港 你知道印度他們當地講 他們的一般暴雨 每雨季節大概是7月8號才會來 可是這一次 這真的是運氣不好 提前了十幾天來 6月下旬就來了 可是提前到你看到畫面當中 就可以注意到這個水一淹起來 許多的民眾無家可歸 所有的農田全部都淹掉了 是 我就以他們東北邊的 阿薩姆省為例 那洪水直接來排山倒海 將他們的家園全部滅底 他們說不要說人 牲畜也來不及跑 都死在水裡頭 還有一個 他們說那個死亡的人數 不是你現在看到的統計數字 而是接下來他們衛生環境差 等到水退之後高溫再來 環境污染 必沒聞之聲 好 這樣的暴雨 通常也會伴隨著什麼 閃電 打雷 雷擊 雷晶 好 我們講到閃電 我覺得好恐怖 你說被雷打到的機率 通常是非常的低吧 但是在印度的東部比哈省 北部北方省 這兩個省竟然傳出了117個人 是被雷擊打死的 什麼 這麼多人就這樣 被雷擊而身亡 是 根據他們當地媒體的研究 就發現說 因為他們當地的農民 在空曠的地方遇到下雨 他們還是會下天 因為下雨 土壤變得鬆軟 擦秧是最好的 可是必須要有人去勸戒他們 這個時候被雷打到的機率就成家了 你知道有個小男孩 他只是在踢足球 踢一踢就被雷電打到 結果不幸身亡 好啦 看到了這樣一個 第三個印度的慘況 我想講的是第四個 這個正是春風吹又深 野火吹不盡 蝗災 你知道他們的蝗蟲 沙漠蝗蟲 有多可怕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 它一天可以飛150公里 而且這種蝗蟲飛來之後 它所經過的農作物 有三分之一 就 Sayonara 所以農作物被這些蝗蟲給吃掉 人就沒有食物吃 人就會被活活餓死了 他們的農業專家發現 75%的農田 有三分之一已經保不住了 可是他們有一個叫北方邦的地方 他們是他們最大的甘蔗產區 他說你們那算什麼 我們就更慘 他慘到說我們這裡已經全部 都被吃光 被掃光了 突天蓋地的蝗蟲 從非洲大剌剌的 飛過了印度洋 進到了印度了 所以叫沙漠蝗蟲 它的體重大概2公克多 可是它可以吃 跟它體重一樣的農作物 而且這些沙漠蟲 還有民眾去目擊到 當他們飛過來之後 你以為一閃而過是非文證 結果不是 它立刻15分鐘之內 就爬滿了你家的屋頂跟陽台 黑壓壓的一片 所以他們現在的農作物 已經被蝗蟲給侵襲的 面臨很大的危機 但還有一個最大的危機 就是你講的 莫迪可能想借此轉他的焦點 但可能未必轉得成 怎麼辦 現在你面臨的這個大陸解放軍 在我們所說的 加勒萬河谷這邊的衝突 對方之前是狼牙棒 但現在解放軍已經找武術教練 來指導他們的士兵 你印度的邊防阿兵哥 你要怎麼硬起來 他們現在決定 派他們的殺手突擊隊 我跟各位說 要怎麼樣攻擊 印度的殺手突擊隊 是從他們印度陸軍當中的 特種部隊 再去挑中更特種的精英 然後他們的訓練過程 因為要因應我們所說的 克什米爾跟大陸的交界地帶 那種高山環境 冰川環境 甚至是沙漠環境 他們必須連續現在被下order 要在43天完成你的訓練 負重35公斤 連跑40公里 並且習慣高山的殺手突擊 沙漠的殺手突擊 冰川的殺手突擊 類似美國陸戰隊的突擊牌 或者是像英國的突擊隊 他們一個突擊的單位 被兩個軍官帶 20個士兵 他們現在想要在這個地方 能夠跟大陸的 有武術指導加持的士兵們 一決高下 中印邊界之間的衝突 看來這個短時間 要這個解決並不太容易 可是看到泰國 泰國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觀光客沒有了 許多的人不出來了 但現在的這個時候 某種生物跟人之間的這種PK 正在開始 因為新冠肺炎影響了 泰國他們封了邊境之後 很多遊客不能去了 不能去之後完蛋了 有一個城市現在大受其苦 為什麼 因為這城市它在哪裡 它在曼谷的北方 大概開車兩半小時 它叫做拉布里 這個華富里的地方 怎麼那麼多猴子 它就是非常有名的泰國猴城 很多遊客到那邊去看這些野生的 這些長尾彌猴 他們在這邊歷史非常悠久 從高棉時代 他們就在這邊 因為當時高棉人統治的時候 認為是猴王 賜予他們這個城市 所以非常遵從猴子 從那時候開始整個 華富里這個地方 到處的猴子都有人來供養 可是這幾年 因為遊客都不斷的餵死 所以猴群大量增加 已經增加到將近有6000隻的猴群 就生活在這都市裡面 結果現在完蛋了 整個新冠肺炎影響了 造成大家 沒有觀光客了 所以猴子開始餓都市 沒有人餵他們 沒有餵他們之後 開始攻擊人類 跑去市場偷東西吃 跑到居民家裡面偷東西吃 因為他們只是為了要活下去 他們只是為了要吃東西 因為太多猴子了 甚至來跑到商店裡面偷東西 搞得居民就是非常非常困擾 而且甚至因為沒有東西吃 還會有攻擊性 還會攻擊人類 之前三個月前 就有遊客試圖丟了一根香蕉 去餵猴子 因為太久沒有遊客丟香蕉餵猴子了 就造成猴子打形象 非常恐怖 一根香蕉引起大暴動 就在街頭上幾百隻猴子 為了搶一根香蕉 造成猴群大暴動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他們這邊整個就是大亂 大亂製作當地的怎麼辦 沒辦法 猴子這麼餓 我知道還是要餵一點 所以當地今天開始 也開始餵一些猴子 就餵錯東西了 他們就餵一些肉食的食物 含糖類的結果造成什麼 造成猴子吃了這麼多的糖類 結果精力更旺盛 攻擊性更強 甚至很多都窩在商店前面 準備要拿東西 要嘛就是跟你要 要嘛就是直接偷 非常的麻煩 後來他們現在整個當地政府 沒辦法了 只好使出大絕招 什麼樣的絕招 就對這些猴子 要抓5000隻猴子來做 捷育手術 也就是幫他們 把他們的生殖系統做結紮 結紮之後 做到標題之後再放回去 人這樣亂餵猴子 其實也不太好 就像大陸有居民居然發現 國寶籍 金絲猴 跑到我家來做客 太開心了 因為這個是瀕臨絕種的動物 所以是非常珍貴 居民看到之後好可愛好喜歡 就拿水果餵他 結果不餵還好 一餵一事成主顧 這個猴子賴子不走了 天天來 天天來 還向中了家後院的銀杏樹 吃完水果之後 就爬上銀杏樹的休息 肚子餓之後又爬下來 然後爬下來之後 居民只好又餵他東西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不對的行為 我們千萬不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你人類這樣子 餵食習慣之後 他就喪失了自我謀生能力 變成了家裡面飼養的 你再把它放回野外 他不會活了 他已經沒辦法活了 所以這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可是因為餵 這個是餵到水果還好 但是如果餵錯東西 那就麻煩了 印度有一隻猴子叫阿魯哈 卡魯哈這隻猴子 他發狂 攻擊人類 造成巨大的傷亡 他的攻擊就專門挑 然後婦女跟小孩 而且他已經造成了 一個人死亡 249個人受傷 這麼兇殘的猴子 其中有十幾個是重傷 而且必須面臨整容手術 因為面部被他的尖牙利嘴 全部都弄了面目全非 非常可怕 後來抓到這隻猴子 之後開始研究 到底為什麼這一隻猴子 他會發狂 不斷攻擊人類 才發現原來他原本是有氏組的 但他氏組的過世了 過世之後去調查 他的生活史發現完蛋了 他之前的氏組每天為他喝酒 每天為他喝酒 對 搞得他有酒飲 因為酒飲犯了沒有酒喝 所以開始有攻擊性 有暴力傾向 對 而且他不吃蔬菜 不吃水果 奇怪 猴子不是吃水果嗎 沒有 他吃肉 因為他的氏組以前 經常餵他肉 他吃罐的肉 喝罐的酒 所以性情大變之後 開始具有非常強烈的暴躁性格 現在他們整個判斷下來發現 他完全不能夠跟其他的猴子 或其他動物 放在同樣的動物園裡面 最後只好判定 把他單獨監禁 在一個籠子裡面直到終身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COVID-19的關係 印度的狀況慘 但是我們看到 美國的狀況並不好 因為現在全世界染疫最多 跟死亡率最高都在美國了 但川普的選舉只剩下 四個月的時間了 他上了電視節目 居然他講了一些話出來 讓大家非常的驚訝 他居然對自己再來的連任 沒有信心 最近川普在電視上講 對談的時候 有點文不對題 他既然講什麼 他說我可能會輸 他過去是意氣風發 他既然這樣講 他不可能有這種言論出來的 他說拜登會贏 他說因為很多人不喜歡我 反正就是這樣 這是他的哀兵政策嗎 是他的一個策略嗎 我跟各位講絕對不是 而是他可能真正發現 問題真的嚴重了 為什麼講問題真的嚴重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 又可能要重啟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 美國既然每日的確診 新增確診病例 每天新增4萬 4萬 4萬 尤其是在26號這一天 一天既然新增45300人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事情 而且特別是在包括西部 跟南部這些地方 那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 你看 西部跟南部這個地方 目前累積破250萬難億對不對 連3日破4萬 都是在這些地方 你知道這問題有多嚴重 因為大家本來認為解封以後 經濟會復甦 所以大家講U型復甦也還不錯 但是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會變成L型復甦 這個L型復甦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復甦的可能性 所以也讓美股的稻窮 既然在短短三天之內 暴跌了1000點 連臉書的廣告商 不斷的撤廣告 左伯格說 他們覺得說 都沒有經濟都不會恢復了 我還做廣告做什麼 臉書廣告都撤了 都撤掉 大家如果不在家裡 不是一樣要看臉書嗎 對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跟現在大家的態度 美國民眾的態度 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一出去就瘋了 為什麼 也不戴口罩 也不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最近美國的鄉村歌手萊斯 他辦了演唱會 你看螢幕上面 大家很瘋狂 好開心 搖手尖叫 對不對 主辦單位說 這個館場 其實可以容納1萬人 但是他們只有開放4000人進來 而且進來的時候 有量體溫 有量額溫 而且還發免費的洗手液 該做的都有做到 可是我看到 全部都擠在一起 對 沒有做到的是什麼 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沒有安全社交距離 沒有錯 你看怎麼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難道要散佈整個體育館嗎 然後戴著口罩 我怎麼嘶吼 美國民眾才不關你這些事情 所以變成導致疫情 又再度復發 而且現在看起來 不是只有像演唱會這樣 還有很多的酒館 你上了酒館喝酒 酒憨耳樂之際 我們還戴口罩 不可能 還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那更不可能 根本沒有氣氛 所以他們也發現說 很多疫情新增 就是來自於酒館 所以加州的州長夏立 底下的菌 這個酒館關閉 把酒館給關了 連德州州長 突然在今天的中午宣布說 酒館關閉 你只能營業到中午 怎麼會這樣 因為昨天突然新增病例 接近6000人 而且住院人數不斷的增加 所以你知道嗎 本來有很多州 他本來要解封了 但是現在發現說 這十幾個州 疫情越來越嚴重 你看5月的時候還不錯 所以有些州 有狀況要緩和下來 但是你看短短才一個月 很多州又想 我是不是要重新實施禁竹令 所以原本想要解封的這些州 現在卻步了 而且本來就想說 NBA是不是要集中到迪士奈去打 現在也不敢了 現在全部都停了 這樣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這麼嚴重的一個疫情怎麼辦 民眾也很害怕 所以紛紛 我剛剛講 尤其是西部跟南部 感染的情況特別嚴重 大家衝到哪裡去 要衝去做檢疫 要衝去做檢疫怎麼辦 你知道這個車潮排隊 是要做什麼 要做檢疫 排了多遠 排了四 五公里 甚至德州有一個民眾 他要檢疫 他發現他家附近沒有 他開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為了要檢疫 跑那麼遠距離 但是到了檢疫站 以為就可以檢疫了 是不是 沒有 還要等四個半小時 因為這樣的車潮排在那邊 你得慢慢的排隊 沒錯 哪有辦法說 你到了馬上檢疫 所以你就發現 檢疫能量是相當不足 甚至檢疫站是9點才開門 很多民眾 第一個到的是幾點 他是凌晨12點半 好像在排演唱會一樣 一大起就去 就為了第一個要檢疫 所以疫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就是因為他們不願意 保持安全距離 不願意戴口罩 所以現在副總統 直接站出來呼籲說 拜託大家戴口罩 連他們的防疫隊長佛奇 既然也現身 拜託大家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離 他就好像當時阿波羅太空人 直接跟休斯頓講 我們有麻煩了 因為他直接呼籲 你們再不保持安全距離 不戴口罩 美國真的會遇到大麻煩 但是問題是 現在民眾的態度是什麼 反權威 反政府 反疫情 佛奇就說 其實如果有疫苗的話 不管這個疫苗的 防疫的能力是多少 70% 都OK 我還是願意施打 但是你知道經過訪問的結果 美國民眾是不願意施打疫苗的 如果疫苗出來 他們為什麼不願意施打 就是不願意 就我剛才講 我現在就是反政府 反權威 反疫苗 也就是說不管你們說什麼 我就是不照著配合 也不願意保持安全距離 也不願意戴口罩 所以這樣看起來 美國想要做到 整個境內完全沒有 這個疫情的感染 我看是越來越難 我們看到現在的美國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川普現在這時候進行的 就是他的總統連任之路 但是他的大型的造勢場合裡面 也沒有人戴口罩 沒有安全的社交距離 所有的這些椅子 我中間完全沒有空間 但川普現在這時候 心裡面也開始擔心 但川普卻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他的好朋友 人錢跟他手拉手 背後現在開始下毒手 川普要面臨到另外一個麻煩 這個好朋友其實說穿了 也是美國長期以來過去的敵人 就叫做俄羅斯 事實上根據美軍他的這個說法 他們有講說他們其實很早之前 就接獲到群報講說俄羅斯 他針對阿富汗美軍駐軍 是一直有意見的你知道 甚至他提供了一筆 這個所謂叫暗殺獎金 給神學士的組織 就說你們只要去暗殺美軍 駐阿富汗的首領 我跟你講你就有錢可以領 俄羅斯給錢 叫神學士去殺美軍 對 事實上美軍 他們之前就有傳出來講說 有去聽取簡報的人 就有說出這個說法 可是沒有想到川普 跟他的副總統彭司 居然就講說沒有 這件事根本就是個假新聞 是個杜撰的 甚至彭斯還講說什麼 他說我告訴你 從美國總統以往史以來 只有川普對俄羅斯的態度 作為強硬 但是我也知道你對他強硬 可是人家現在要殺的是阿富汗 你的美軍駐阿富汗的領導 你這樣子說起來 說真的 人家會怕 你當然是不擔心 所以很多人講到說 不管是什麼樣的新聞 最近其實還滿特別的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其實曾經有羅斯福號 跟尼米茲 在2017年的時候 曾經進行所謂的 雙航母的延續 你知道在美軍來講 他要把兩艘航空 航母的戰鬥群 全部湊在一起 事實上他等於是要調動 大部隊的兵力 而且其實以所謂西沙群島 因為西沙群島 如果用土的話 西沙群島在這個位置左右 中間隔了一個菲律賓 旁邊就是所謂的菲律賓 你美軍在將近是同一個時間裡面 而且那時候中國大陸 他其實有發布海警 他就講說你所有的船隻 在我演習的期間 就是演習期間 都不可以接近我這個相關的海域 你美方在這個同步裡面 你給人家放這個訊息是怎樣 是不是雙方開始在較勁 你是不是開始覺得中國大陸 可能你在演習的部分 你要跟他拚一下 讓中國大陸這個資難而退 或什麼的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 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 就過去我們所謂的 台美的軍事交流 一般來講 就實質穿軍裝的部分 其實都一直在檯面下進行 所以過去大家雖然有耳聞 可是都沒有東西證實 沒有想到這個所謂的美國 特戰的所謂第一總隊 他們居然在網路上面 放了一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長達大概44秒左右 可是眼尖的人 就發現到這個地方很怪 這架直升機這邊 怎麼會有一個國徽 事實上這個直升機 就是我們講的黑鷹直升機 而且你看 他這裡並沒有採用低適度的塗裝 你可以在這裡直接就看到 中華民國的國徽 跟陸軍這兩個字 問題是這個影片講的是 美軍的特戰部隊的教官 跟台灣的所謂的士兵 一起進行這個演習 所以有人就講說 你進行這個演練 以前沒有官方再證實 沒有想到我跟你講 人家開始質疑講說 你美國是不是這個 把影片放出來 會不會宣誓意味太強烈了 刻意的 我跟你講 他更刻意的是什麼你知道 這樣子 那沒關係 我們把這影片置頂好了 他竟然把這影片置頂 給大家看說 你看我們完全不變 而且那44秒裡面 不只是這個共同演練 他們還有什麼 還有高空跳傘 所以這會不會等於是強化說 美國在台海之間 他跟台灣這邊的 互相幫忙的意味 透過影片可能就被傳達出來 四天的假期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出去外面到處都是人 滿滿的人 另外路上滿滿的車 但是我們的官員很厲害 他居然跟我們說 你們要懂得趨吉避凶 聰明的人要找到聰明的方法 這看來我們這些民眾 是不是都變笨了 是 我們都知道 大家真的都悶壞了 所以這一次端午連假 真的是暴復性出遊 全台灣各地全部都塞爆了 你知道板橋到宜蘭 有人就走了四個小時 板橋到宜蘭 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以前開車 可以開到台南宜蘭了 是啊 所以這真的是 讓大家覺得很離奇 有人說這根本已經不是出遊 已經變成車聚了 因為大家全部都塞在那邊 乾脆直接聚在一起 所有的園區景點 到處都是人 你看這圖上滿滿的花蓮也好 建湖山也好 澎湖也好 你看到處都是人 放假的這樣更誇張 你知道嗎 他一天把一萬四千公升 九五五千機油全部賣光 下面的油箱都沒有了 是 完全都沒有了 你知道 他已經大概相當於 三百八十九輛小轎車的 這樣的一個油量 油槽全部都抽乾了 小劉球也是連續兩天 擠進一大堆的人都破萬人 四百多家民宿全部都爆滿了 根本找不到位子 澎湖那個魁壁山 那個說真的其實有點不太好 就是很多遊客 就再來講 你要等步道出來的時候 才能下去 結果有超過三百人 管他什麼步道不步道 我們就直接下去玩了 我覺得這個是有危險性的 大家還是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知道交通真的很塞 蘇花廊道一天一萬七千多車次 你知道嗎 然後高速公路也是平常的 1.4倍以上 我們都知道會塞 可是你交通部有什麼責任 想辦法讓我們能夠 是不是稍微緩解一下 可是我們的部長 不是告訴我們怎麼去做 而是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你要做聰明用路人 要會趨吉避凶 選擇最好的時間和路段 不要自己去塞 自用車 車流這家一定比較塞 沒有超乎預期 一切都在他們預算當中 你確定是這樣子嗎 老實說今天塞車當然 他有一定的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是整整塞了32個小時 32個小時 請教一下一天才24個小時 哪一個時段是比較聰明的時段 他從前一天塞到救人一天 這樣塞法 這非常誇張 而且我跟你講 錯了還不認錯 他到隔兩天之後 他說各界的指教 我虛心自省 但是我先前的表達方式 確實不夠精確 我也願意修正 可是他要修正什麼 他說我其實是在推銷 1968APP 多用高工局的APP 就可以掌握即時路況 不是我失言 他這陰拗吧 我們大家來聽聽看 他到底失言沒有 不要在見風時間 在特定的路段 自己要去塞 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能夠趨吉避凶 那個脈絡是我在推銷 1968APP 就是說如果多用我們的高工局的 1968APP 還有我們公路總局的 幸福公路的APP 那就可以掌握即時路況 一開始比較塞 後來售價的時候不塞了 大家覺得說有點神奇 老實講他有沒有失言 大家自己去判斷 我也不講 有的人認為有 有的人認為沒有 但是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選一個交通部長出來 不是讓你去跟我們講風涼話 你要告訴我們怎麼辦 他要幫我們解決問題才對 所以網路上已經開始掀起了什麼 你知道像加隆道歉運動會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總統 上次不就講 我們台中人欠 林家王一個道歉 現在全國都欠他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大家變成 把他弄成馬路塞車了 你看 他 對不起林部長 我不該住宜蘭 星期三去台北辦公 我回家花四個小時 是我該死 我不聰明 對不起林部長 大家廉價都應該待在家裡 不應該出門 你不是叫我們出門 消費玩樂促進經濟 是 問題你叫我出門 現在塞車怪我 徹流實在說不通 所以我們都是笨蛋 只有你聰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有說你何不食肉糜 難怪會輸掉台中 因為高空局本來說 這個一切車流是超過 我們想像預期 可是後來大概覺得 直接打臉部長不太好 所以晚上要緊急發達聲明說 沒有 他下午已經舒緩 一切都符合預期 然後已經到了時速60公里 OK了 這樣到底在幹嘛 然後甚至連同黨的王世堅都講 我們民眾休假 血汗前出遊 你政府不應該說風涼話 所以佳龍部長今天又說了 又說最好是大家 搭輪船就不會塞車了 我也知道搭輪船不會塞車 搭輪船能夠去哪裡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政府講幹話的 也不只是林佳龍一個人 因為今天又有一個 政經三倍券的宣導 宣導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到底要如何使用 可是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因為就是有人不會用網路 所以我不會用網路了 變成怎麼樣 我還是要 我預購的時候 我先跑去便利店這些地方 先去預購一次 然後到林的時候 我再去一次 你至少要去兩次 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用電腦 所以我覺得 你們老是這樣講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正 幫民眾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王美花俏出來講說 我不進廠商找林 但禁止民眾用獻機 向他人收購 也就是說之前有網路上 講了很多收購這些東西 都是違法的 然後我們的副院長 現在已經榮升 從經濟部長榮升 副院長 之前不是告訴我們說 1000變3000 3000之後變成4687 對不對 現在提都不提了 沒這件事 不堪聲 就當作沒這件事發生 是這樣子嗎 然後現在還要雷厲風行 說經濟部中央企業處長 何敬昌就說 如果有檢舉的 你就直接去收購這個三倍券的話 我們要開罰的 你不可以隨便買 所以我覺得 你政府一定要把他東西 搞得這麼複雜 而且現在來了 58家電商是白名單 你就只有這58家才可以用 其他都不能用 這是非常麻煩 因為你要知道很多廠商 我不是只有實體販售 我網路上也有販售 可是會產生一個奇景 你知道 我去實體買可以 可是我在網路上跟他買不行 同一家廠商 就是一樣東西 居然會有這樣的差異 所以這不是搞越搞越複雜 而且我請問一下 你怎麼規範 對 你怎麼認定 對 你怎麼認定 人家還不是一樣 就是一個交易 所以我覺得 何必要搞這麼複雜 搞死自己 你就不能想出一些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端午的四天的假期過去了 結果搞到最後 心裡面真的說 我的半死 我自己花自己的錢出去消費 結果搞到最後 我在外面塞個半死 政府還在那邊怪我說 我太笨了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在這一段時間 確實有一些言論 是讓大家很不能夠接受 我在想他可能是覺得說 現在在這幾次的 這個選舉的政治氛圍 感覺上好像民進黨的盤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官員講話 都不經大腦 你光看林佳龍的那個說法 他說要趨吉避凶 我只問一件事 我在想林部長 你可能沒有自己開車去過宜蘭 你沒有自己開車走過國五 為什麼 你如果常常走國五 或你住宜蘭 或要往花東去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走國道5號 一般正常來講 從台北這邊到宜蘭 差不多是一個小時 你如果不走的話 你就走北宜 從北宜的話 從新店那個地方上去 到宜蘭差不多 如果不塞車 大概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能到 如果你這兩條路都不走 你只有第三條路 叫做走冰海 冰海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左右 請問第四條路在哪裡 沒有第四條 沒有第四條 除非你坐鐵路 問題是鐵路你要買得到票 所以當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你想想看 在端午假期之前 就一直在講說 現在有暴復性的出遊 暴復性的出遊 你都已經知道說 因為大家沒辦法出國 所以一定會造成它爆滿 甚至你鄰家樓 你們交通部 可以掌握的東西太多 因為觀光就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掌握各地的住房率 大家都在講說 那個什麼飯店 什麼都爆掉了 大家都訂房 訂不到或什麼 你就可以預測到說 它其實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車流量 好 你知道高工局 他們原先預估的車流量 是說他認為說 在廉價的時候 跟平日差數好像差1.9倍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對於這個所謂增加 第一個 他預測就是失準 因為他爆出1.9倍 比那個還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的高層載管制 完全沒有調整 也就是他還是用 他最傳統的那個方式 就是我晚上12點 到凌晨5點的時候 我不收費 然後我7點的時候 到5點 到中午12點的時候 我就進行所謂的高層載 什麼叫做高層載 他就告訴你說 三個人以下 你不可以上去 三個以下 這叫做你傳統的方法 結果現在整個爆掉了之後 好 林佳龍一開始先講說 他們真的是用詞不夠精準 後來就講說 沒有 他在宣導1968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 1968這個東西 是你政策裡面 任內才提出來 不是 1968早就已經出來這麼久了 你為什麼 你們沒有強調去講這個 而且我就算看1968是怎樣 就是不要出門而已 你就是只是跟我說 他現在不要出門 這種東西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很愛幹這種事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005年的時候發生一件事 那個詐騙集團猖獗 政府就說詐騙集團這麼多 大家都用ATM轉帳 結果我們又抓不到詐騙集團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讓你被騙少一點 所以一開始先設定 你轉帳只能1萬塊 大家就開始罵你知道嗎 你還有手續費 還要轉帳費 扣一扣 我的成本這麼高 後來他說我幫你改成3萬好了 就一直用到今天為止 這就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不是 我跟你講 他根本不一 你知道嗎 他就是因為我抓不到 我就乾脆就限制你 今天的說法不是一樣嗎 我沒辦法限制你們 我沒辦法改善塞車 所以最好就是什麼 去即避凶 我們去哪裡 不然要由他去宜蘭 要由他去花園 不是這樣 他就跟你說 你就不要上路就好了 如果這麼簡單 我就要認證物 我自己看那個 我也知道會塞車 我就通通都不要用 你比較聰明 對 看Google地圖不就知道 因為官員 我說真的 你嚇到台東警車給你開刀 你根本就不知道 民眾你開車會艱苦 你知道嗎 你問我 我每天一天你塞車 台北宜蘭 台北宜蘭在那邊跑 我當然會很清楚的知道 你林佳龍就講幹話 說一下 你在網路上講的是什麼 你知道 你叫我怎麼趨吉避凶 你一台三十二點鐘 我對那三十二點鐘都不要出門 不然是要怎麼避 我就說你只有三條路而已 所以我覺得對於外界這個質疑 林佳龍他第一時間 我認為他有聽到 所以他才會講說 不好意思我用詞不叫 即使他沒有很字的 字很重的在道歉 但他最少覺得說 對 我有引起人家誤會 可是你立刻又改口說 沒有 我只是要推展這個東西 拜託你推展這個有效效 所以我就講 如果今天官員 都只有這種態度 就是說嚇什麼 民眾就不要做就好 這廣告就不用了 不是人家酒頭也要去做 茶頭也要去做 你們這些廣告要做什麼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端午的 連續四天的假期 引起了這麼多的民怨 但是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是第二次的執政 而這樣的執政 這麼多的民眾支持你之下 你的這些官員講話 怎麼這麼個隨便 可是我們看著 這在野黨的國民黨 國民黨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因為國民黨自己 本來說要堅持72小時 好像才20個小時不到 他就草草結束了 兩邊都該打屁股了吧 看到昨天國民黨團的立法委員 20多個人衝到了 立法院議場裡面 因為今天這個臨時會的 要開議的第一天 打算他們要發起奇襲 占領這個議場 結果當時把這個 所有的這個議場的門口 用很多的這個椅子都堵住了 用鐵鏈也綁住了 然後因為不滿 這個陳菊被提名為監察院長 然後希望蔡英文總統 把這個陳菊換掉 沒想到到了今天早上10點半 在民進黨團的這個書記長 中嘉賓跟這個幹事長鄭運鵬 這些民進黨立委衝進去 用人數的優勢 但是把這些本來被國民黨團 昨天下午衝進去奇襲 堵住了門口的這些議場 門口的椅子 一個一個搬開 用油壓檢把這個鐵鏈都剪斷 兩三個人一組台人台人 把這個國民黨的人 在11點多完全清光了 到了12點半 立法院議事會 鈴聲一響兵 又開始開會了 所以整個過程 國民黨的奇襲行動 大概20個小時 所以當然很多人會搖頭 是國民黨只撐20個小時 我看了我也覺得搖頭 雖然總統府後來就發聲明 就痛斥國民黨說 國民黨你這個幹嘛 用為反對而反對 然後只會製造更多的政治對立 包括了事件當事人的主角 被提名的監察院長 提名的陳菊 他也說過去威權壓迫的時代 我都沒有這個退縮 也不會畏懼 現在面對一大堆的抹黑 不實抹黑跟公傑 我更不會這個退讓 但是這是陳菊跟總統府的想法 因為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今天跟國民黨的政政會執行長 也是立法院黨團的總召林維州 也有出來講 他說陳菊 你在擔任高雄市長的市政府時代 你面對監察院的彈劾糾正調查 總共被調查58件案子 我強調這些案件 都是針對陳菊擔任高雄市長 時期的高雄市政府 因為調查一定是針對 整個市府團隊 然後58件被調查 其中有30件被糾正 這個糾正一定是針對單位 不是針對個人 其中還有三件被彈劾 這三件被彈劾才是針對的人 而被彈劾的三個人 三件這個彈劾的人 都是陳菊擔任高雄市長時候的屬下 就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比如說局處首長 或其他的公務人員 所以你就看到說 國民黨立場很簡單 就認為說你陳菊已經在 擔任高雄市長市政府 有這麼多的這個案件 被調查 被彈劾 被糾正 你被提名監察院長 當然擔心你自己到時候碰到自己 過去擔任市長的時候的案件 你辦得下去嗎 你自己能查 自己能會不會吃案 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在主張說 在野的時候 一直喊考試院監察院 一定要廢 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不要考試監察 這什麼制度 包括蔡英文總統 2016年在選舉的時候 她的白皮書跟她的臉書上 都有公佈說 廢除監察院 考試院 是民進黨一貫的主張 你這個時候幹嘛提 你提好提 你是為什麼 你還不是要酬庸塞你的人 也難怪國民黨跟外界會批評說 你這一份名單 社會期待度不高 但是你看看 回過頭來我再講 現在要去選高雄市長陳其邁 當時跟民進黨立法委員 以前的立委姚文智 兩個人在立法院開過記者會 他們說監察院 一年所有監察委員加起來29席 我跑過監察院 監察院兩年多的時間 有兩年多的時間沒有監委 在2004年到06年這段時間 我跑過 那時候也沒什麼事 然後還可以節省公堂 因為陳其邁跟 剛剛講的 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姚文智他們就講說 當時監委29個人薪水 年薪就高達7669萬元 然後在2008年到2013年 這6年當中 總共編列了45億元的經費 然後通過了彈劾案只有200件 200件平均一個案件 他的成本是多少 2246萬元 成本很高 很高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45億元 有很大部分的是人事費 比如說監察院今年的人事費 他就編列了6億 監察院今年的預算 編列了6.6億元 比去年增加了778萬元 很大一部分是用在人事費 如果這一筆預算拿來 用在別的地方 或者是社福預算 那不是更好嗎 你現在為了要滿足這麼多的監委 而且你要知道監察委員 一個月薪19萬 監察院的院長 一個月薪32萬 副院長31萬 院長還有特別費快要8萬塊 副院長還有特別費 4萬4千塊 所以福利其實很多 調查案件都是監察院的文官 調查官 大家不知道監察院有調查官 調查官他們去辦這些案件就好了 然後要這些監委 沒有的也是一樣 跟我剛剛講的 過去兩年都沒監委 一樣的OK 好 現在大家就在講說 民進黨不是說要費考見兩院 結果民進黨游錫坤這個院長 他出身的立法院長就說不行 這個我們現在 雖然已經達成朝野共識 可是要下個會期再做 修憲委員會 下個會期就會成立 而且一定會成立 你現在要開離職會 你為什麼不直接成立修憲委員會 就直接把這個朝野都有的共識 就廢除監察院 可是民進黨的總統府秘書 副秘書長李俊英還說 炮民進黨一個政黨力量沒辦法 說廢就廢 他說大概你看 也要提出來四分之一的提出 然後四分之三的通過 通過完之後 你還要送到全民覆決 要超過915萬票 彈何容易 說那麼多四分之一 你民進黨現在立法院有62席 四分之一也不夠28席 你就提出來 國民黨一定會OK配合來被監察院 但是他們不敢 可是任俊 我們看到國民黨今天 看起來整個態勢 72小時搞到最後20個小時 看來是虎頭蛇尾 我覺得當然國民黨 自己必須要理解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在野黨 你因為人數少 你在立法院抗爭 我講實話 我從民國90年開始跑立法院 到現在為止 大大小小的政黨 其實都在立法院進行過抗爭 所以你為了意識上面 你要凸顯這個詛咒 我不認為這個是要被譴責 但問題就回來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國民黨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被很多的知智姐姐給模糊掉 今天大家都講說 你只要找人家而已 甚至還有什麼吃便當的食物 還有幾個立委 拿著鐵鏈 躺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在那邊照相 這個我講真的 你就完全模糊掉焦點 更不要講說直播 整天都沒人在看 我認為這是國民黨必須要檢討的 可是你說他的這個訴求裡面 他要去凸顯陳菊 擔任所謂的監察院院長的 適格性的 難道都不能討論嗎 陳菊他自己在臉書上面寫 我也必須講 就是說以前像這種有爭議的人物 很少說因為有爭議 他自己出來發言講說 我就是要跟你對抗到底 沒有這樣的 有一些民進黨的朋友 他一直去強調說 陳菊過去為了人權 然後去做過了或怎樣 我也必須講 沒有人去否定 陳菊過去的那一段 他那時候因為在那個年代裡面 可能有一些思想的問題 或許有些政治上面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 其實後來陸陸續續 大家都平反 而且有一些說實話 你不能夠拿來無限上綱作為說 他要做監察院院長 就是因為他曾經坐過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能坐牢的 有坐過牢的 那真的太多了 你要去說服別人的是 他擔任這個職位的適格性 譬如說你要把它弄成人權委員 我認為OK 也就是說陳菊他過去了 他為人權 他自己也強調他為了人民的人權 為了怎麼樣他其實犧牲過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會去捍衛人權 這個我也認為 我也不否定他 但問題是如果監察院院長這個職務 堅持要把它放上去 你說我不是仇優 我只因為他曾經做過 他曾經吃過苦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標準 對於大家在這個位置上面的 那個適當性 他就會被質疑跟討論 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我剛剛為什麼講 民進黨是不是在這一段時間 他認為說他全部都已經拿到了 所以他也不怕 你看像陳其邁今天也聲援陳菊 有人講說 國民黨是不是戰略上面的策略 他就希望讓大家就喚醒說 你看陳菊 現在又被翻出來講說 他在當市長的時候 像剛剛靖民就講說 他有多少個案子什麼的被彈 我也必須講 那些彈劾可能有很多案子 不是針對陳菊 不是個人 我想剛剛靖民講得很清楚 他是針對他高雄市府 當時那些局處 可是那時候的首長是誰 陳菊 那你就是陳菊 當時你在做市長的時候 你的下面那些局處 他因為這些案子 受到監察院的彈劾 這個也是事實 是 現在還有很多的案子 確實還在走 我必須講 國民黨有時候弱在什麼地方 你又怕人家說什麼 監委這些就是要幫陳菊庫 人家提名你國民黨的人 你們也不讓人家去 你們是給人家黨紀處分 說他不行 你現在又拿那個來說嘴 所以說民進黨一定會怎樣 你不是自己講說 講這個話你也不夠大聲 因為你沒辦法理直計創 可是問題就回來了 今天社會會質疑的是 難道監察院院長這個位置 非他莫屬嗎 你有那麼多的監察委員 你有那麼多的人 你都可以去調整 而且當時民進黨不是講說 你看蔡英文那時候 要提名黃建廷 要提名其他人 不就是希望不要只有一個 單一色彩的一個政黨的 這個樣子在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為什麼在這整件事情上 你們完全要去力挺陳菊 你要能夠更好的是陳菊 他今天當監察院院長 他要提出一個願景 或者是更簡單 民進黨從以前到現在 都說要廢考監 你要不要讓陳菊公開宣誓說 你們就是在他任內最後一次 你就把監察院給廢掉 好